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咱们看环保税的第五节 关于税收优惠的问题 那这里呢 我其实讲的不仅仅只是 这一个税收优惠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环保税里面 我们需要区分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哪些是要征税的 第二哪些是不征税的 然后第三呢 是关于这一个免税的 这些内容呢 分散在教材的第二节 第四节当中 根据我的经验呢 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 大家不太好掌握 所以我把它整理在一块 方便大家来进行记忆 那这里的这个优惠呢 分成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个关于排污的问题 排污 第一 企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者 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排放因税污染物 那这种情况呢 是不征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一个环保税 它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你直接向环境排放 这个污染物 对吧 那如果是直接排放 那你就需要缴纳环保税 那如果我没有直接排放 而是把它排放到了 我们要求按规定设立的这样一些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那这种情况你没有直接排放 所以它是不征税的 然后第二个有同学就要问了 那我这些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它处理以后 它还有可能要对外排放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要求是 如果你是这些场所 你排放出去的是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的 那这种情况你要正常的缴纳环保税 但如果说你虽然排放了 但是呢 你是没有超标的 于是这种情况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免征 叫免税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不征税 第二个是征税 然后第三个呢 是免税 这是排布的问题 那这里我们对 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以及所谓的这个垃圾集中处理的场所呢 它是有规定的要求的 这里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它是只为社会公众提供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场所 注意不包括哪些 不包括工业园区 开发区等工业聚集区域内的其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者提供污水处理的场所 以及其事业单位 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者之间之用的这个污水处理场所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里的污水处理场所呢 是分成三种的 第一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工业区里面的 然后第三个是起事业单位 自己的啊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征税也好 还是说这个征税也好 还是免税也好 这里面提到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仅仅是指哪一个 仅仅是指第一个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第二个同样的 我们这里所谓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它主要是指依法设立的生活垃圾焚烧的这个发电厂 生活垃圾填埋场 以及生活垃圾堆肥场 这些才是属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 这个了解一下就OK了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固体废物的问题 那固体废物呢 就比较好理解了 因为我们前面也在讲到 你固体废物 增生环保税是用排放量 是减这个三量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要求是 如果你是这些单位会产生这个固体废物的单位 如果你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的设施场所 储存或者是处置的 那这种情况呢 你就不增税 不增税 然后第二个呢 你虽然是这一个储存了 虽然是处置了 但是你这个储存也好 处置也好 不符合环保标准的 那你同样是需要缴纳这个环保税 简单来讲 你在算你的排放量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把这一部分 是不是捡出来 然后第三个呢 是综合利用 那如果是综合利用 而且是符合国家以及地方环保标准的 那这种情况 我们把它称为叫免税 第三个呢 是专门针对这个所谓的序幕养殖 因为畜牧养殖场呢 到底是算我们这个正常的农业生产 还是说算成是一种生产基于活动 这个我们需要区分一下 所以目前针对许牧养殖场所是这样的 如果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 并且有污染排放口的续勤养殖场 要依法对续勤养殖的废弃物 进行综合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理的 那这种情况不正税 那如果是你达到了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 并且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续勤养殖场 那这种情况呢 就应该是正常的这一个征税 那第三个呢是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就是不包括规模化养殖 它排放的阴水污染物 这种情况是免税的 那这个畜牧养殖场呢 你可以这样去想 就是首先你要把它分成什么 分成这个规模以上的 还是所谓的规模以下的 那如果是规模以下的 这种情况本身就是面增 那如果是规模以上的正常情况 你是不是应该要征收 但是我们要求是 你如果进行了综合利用 或者是无害化处理的 那这种情况 它就不征税 听明白了吧 所以你要脑袋里面 要形成这样一个框架 这就是我们把三项分成 征税不征税以及免税 方便大家记忆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税收优惠 那这个税收优惠呢 我把它分成四档 第一档那是免征的 免征的就包括机动车 铁路机车 飞道路移动机械 船舶以及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 排放阴水污染物的 这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开玩笑 所以如果你是固定排污的 你要缴纳这个环保税 那流动排污的 他不用缴纳这个环保税 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免征的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 他主要是不好征管 你固定排污 你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 税务机关就能够找上门来 是不是要求你缴纳 这个环保税 但是这一个流动排污 什么机动车呀 铁路机车呀 等等 包括什么飞机呀 这些 那他其实也会污染空气呀 对不对 但是他一会儿污染的A地 一会儿污染的是B地 而我们这个环保税 又是典型的地方税 那到底是谁去找他来征收呢 最后想了一下 算了 干脆给他免征拉倒 所以记住了 就是固定排污要缴纳这个环保税 流动排污不需要缴纳环保税 因为它是免征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叫减岸75% 注意哦 看清楚 这是减岸75%哦 是那些人排放大气污染物 或者是水污染物的浓度值 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0%的是减岸75% 第二个是减岸50% 如果你排放的这个浓度值 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50%的 是减岸50% 我觉得这两个税税优惠当中 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两件事情 不是减真多少多少 而是减岸多少多少啊 啥意思 如果说是减真多少 你是不是应该先算出正常的一浓数 乘以一减多少多少 这个是不是减真多少 对不对 而我们这里减岸是多少呢 意思就是你减岸75% 你先正常的计算 然后再乘以75% 不就得到你实际应该交的吗 那如果是减岸50% 先算出正常的一浓数 再乘以50% 这就是你应该实际缴纳的这个环保税传 这是第一个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一定记住是减岸多少多少 而不是减真多少多少 第二个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那有同学说 那如果是排放浓度值低的话 那我不是应该不用交吗 怎么是减岸多少多少 你记住 不管你有没有超标 你只要有排放 是不是就一定有污染 只不过呢 你浓度值低的 是不是可以少增一点吗 所以记住了 就是我们如果浓度值低于30%的 这个时候是减岸75% 低于50%的是减岸50% 这两个有点绕 你要仔细的琢磨琢磨 然后第四一个优惠 其实在我们前面讲计算的时候 就讲过了 关于这个工业造生的问题 它的要求是 我们造生不是要分白天和晚上 分别算吗 对不对 但是要求造生生源在一个月内 累计骤间超标 不超过15个白天 晚上超标不超过15个夜晚 叫分别减半计算 因为我们前面的 这个超标分贝 它是按月来算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如果不超过15天 或者是不超过15月的 叫分别减半 这个计算呢 或者说这个优惠呢 听起来好像不那么好理解 比如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在这个点上就考了一个单选题 下列因税固体废物 记住啊 我们针对的是固体废物 要求是需要缴纳环保税的是 A 续清企业排放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 这个续清养治无掌握 那这种情况 那你是需要缴纳环保税 对吧 你如果是经过了无害化处理 那这种情况不正确 那你如果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 你污染了环境 那你就需要缴纳这个环保税了 所以咱们直接就把这个A 把它给选出来了 然后B这一个呢 说企业在依法设立的污染物 集中处理场所 然后排放这个阴水污染物的 这种情况呢 你没有直接排放 所以呢 它就是不征税 然后C呢 铁路排放 那铁路呢 也是移动污染 对不对 流动污染 或者叫移动污染 所以呢 它不征收环保税 然后D 家庭 准确的讲 这个是免税 然后D 家庭和个人的这个生活垃圾 这个本身就不属于咱们的征税范围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22年这个单选题也很容易得分 是不是选A就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学习环保税的最后的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征收管理 这征收管理呢 也比较克殊 首先第一个 纳税又发生时间 纳税又发生时间 是纳税人排放 因税污染物的当日 你记住 什么时候污染了 什么时候就产生了纳税一波 记住 我们的纳税又发生时间 是当日啊 第二一个就注意了 这个纳税地点规定也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再强调一遍 环境保护税 它是针对的 它是一种地方税 你污染哪里 哪里是应该要治理 哪里是不是就要收你的 是环保税 所以重点就看 你污染了哪个地方 所以它的纳税地点呢 是阴水污染物的排放地 阴水污染物的排放地 那针对两个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就是你的排放口所在地 然后如果是固体肺股 以及阴水造成 那固体肺股 阴水造成 就是你的产生地 所以一个呢 是排放口所在地 一个是产生地 而第三一个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呢 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按月计算 按G申报 要求是季度终了之日期 15日内申报并缴纳 那这个季度终了之日期 15日内申报并缴纳 大家好像很熟悉 对吧 重点是大家不太理解这个玩意儿 什么叫按月计算 按G申报 你要想一想 我们的这一个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我们大气污染物 是不是要选这一个前三名 水污染物一类 是不是要选前五名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一个其他类 是不是选前五名 然后来计算 你污染了多少 算你的这个环保税 这个是要求按月算的 就相当于每个月算了以后 是不是要把它三个月加起来 才是我们这一个季度 应该缴纳的 再比如说 那我们的这一个造生 超标的这个造生 就是工业造生 针对超标的分配 那他一个月 他的这个单位税额是多少多少 这个都是按月来的 换句话讲 你在申报的时候 我虽然申报是一个季度 但是你在计算的时候 是分别 比如第一季度 算一月份是多少 二月份是多少 三月份是多少 算了以后加起来 才得到我第一季度 应该缴纳的 这个也比较特殊 叫按月计算 按季申报 那如果是没办法了 那我们就按次申报 对不对 按次申报的话 那就是纳税有发生之旨 15日内申报 并缴纳 这就是关于征收管理的问题 关于环保税的征收管理 相对于其他税种的征收管理而言 会比较麻烦一些 咱们其他税种的征收管理 特别是大部分的税收的征管 税务部门一家 是不是自己搞定 但是环保税 必须要有是环保部门的配合 是不是才可以的 比如说你什么污染的监测的 这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 税务部门从哪里来 它同样是要依赖 咱们的这个环境保护部门 所以我们现在呢 对生态环境部门 以及税务部门 有这一个分工 比如我们环保部门 要负责什么 向污染物排放信息的 这个纠正 就发现税务部门征税的 这个污染数据有错误的话 咱们环保部门 是不是应该要进行纠正 再比如说有涉税信息提交 比如咱们要提供 这个污染物排放的 这些监测数据给税务部门 税务部门才能算出来 是不是找他 争多少税 而税务部门做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三个 第一个 蜡损识别 然后第二个 同样要去做这个信息比对 然后第三是涉税信息的提交 关于环保税的征收管理 相对于其他税种的征收管理而言 会比较麻烦一些 咱们其他税种的征收管理 特别是大部分的税收的征管 税务部门一家 是不是自己搞定 但是环保税必须要有 是环保部门的配合 是不是才可以的 比如说你什么污染的 监测的这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税务部门从哪里来 它同样是要依赖 咱们的这个环境保护部门 所以我们现在呢 对生态环境部门 以及税务部门 有这一个分工 比如我们环保部门 要负责什么 像污染物排放信息的 这个纠正 就发现 税务部门征税的 这个污染数据 有错误的话 咱们环保部门 是不是应该要进行纠正 再比如说 有涉税信息提交 比如咱们要提供 这个污染物排放的 这些监测数据 给税务部门 税务部门才能算出来 是不是找他 征多少税 而税务部门做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三个 第一个 纳损识别 然后第二个 同样要去做这个信息比对 然后第三 是涉税信息的提交 比如 22年 在这里呢 就考了一个 说关于环境保护税 征收管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 有 A 环保税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纳税的 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征收管理 一般是按月计算 按G是不是申报 但你如果是 不能够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 那你就按次申报了 然后这个B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负责 因水污染物的 是不是监测管理 那这个呢 是正确的 然后C 纳税物发生时间 为纳税人排放 因水污染物的当日 这是你的纳税物发生时间 你要把它选上去 然后C呢 环境保护税 按G申报 按年缴纳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是按月计算 是按G申报缴纳 对不对 所以D呢 是错误的 然后E呢 所有纳税人 应当在季度中秒之日 15日内 申报并缴纳 但是我们刚才说 那你如果不能按固定期限 怎么办 那还有是不是按次的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所有纳税人 这样的话 咱们E这个选项 也是错误的 答案就选三个 A B C ABC 各位亲爱的同学 这样的话 咱们快速的 就给大家把环保税 这一部分讲完了 那我们按照惯例 把环保税 这六个问题 来进行一个分类 那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 税务 税率 税税优惠 以及计税依据 与因纳税的计算 然后第二个层次的 就是两个问题 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以及最后的这个征收管理 而环保税的概述 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记住环保税的五个 是不是特点 五个特点就OK了 那按照知识点 咱们来做一个总结 这个知识点呢 我把它一共总结成这样八个 第一个 大家注意纳税的问题 纳税人是不包括家庭和个人 这一点特别关注 第二个我们是室内税务 室内税务呢 是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造成 特别关注这个造成是什么 这个造成仅仅只是针对 是不是工业造成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你要注意区分 是不是三种不同的情况 就是哪些是征税的 哪些是不征税的 哪些是这个免税的 主要是针对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排污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固体废物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畜牧养殖的问题 不要区分 哪些是征税的 哪些不征税 哪些是免税的 然后第四 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前面两项 是按照污染的当量数 就是要用你的排放量 然后来折算成污染当量数 然后第二个 如果固体废物 那就是你的排放量 特别注意 我们的这个工业造成 一定是叫超标的 这个分配数 然后第五一个点呢 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呢 其实主要就是 那一个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是不是一个换算的问题 那这个换算 你一定记住 是做除法啊 是用你的排放量 然后除以这个当量值 当量值是多少 考试会告诉你的 然后第六一个 是关于这个优惠的问题 优惠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就是免税 免税主要是指 咱们移动的是免税的 移动污染是免税 然后固定污染要交税 然后第二一个 注意减暗 这个75% 浓度值 浓度值比标准值 要少30%的 是减暗75% 浓度值低于这个50%的 那这个时候叫减暗50% 第七一个 关于征收管理当中的 这个时间问题 注意一下 要求是按月计算 按计算吧 如果不能按照固定期限 那就是按次 最后一定注意 它的地点的问题 就是纳税地点 纳税地点呢 污染物 就是两类污染物 是排放口所在地 然后如果是固体废物 或者是造成 是它的产生病 你只要把这一页 当中的知识点 搞清楚 对付我们环保税 这一张就一点问题 都没有了 而最后 这一张呢 还做一个不一样的总结 我们环保税当中 最著名的443 那你只要记住三个数字 443 搞定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针对的四项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 固体废物 工业造成 那我们会用到四个指标 那四个指标 第一个是这一个排放量 排放量 那这排放量 特别注意什么 特别注意我们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不是直接用排放量算的 因为要用这个排放量 来除以这个当量值 除以当量值以后 换算成什么当量数 明白吧 然后当量数 乘以单位数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算出你的环保税 所以这是四项指标 三就是三个公司 哪三个公司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是用当量数 乘以具体试用税额 特别注意 大气污染物 选前三名 水污染物分两大类 第一类选前五名 其他类选前三名 然后固体废物 它的硬大数 那就等于你的排放量 乘以这一个 具体的试用税额 记住这个排放量 要用产生量 是不是减三量 然后第三一个 是阴水造生的 应当税额 是按照超标分贝数的 对应 税额 超标分贝数 这个大家要记住 注意两点 第一天 白天晚上 白天晚上 是不是要分开算 然后第二个 你还要注意什么 你还要注意 如果一个月 如果一个月不超过一半的 就是不超过15个白天 或者15个晚上的 还要干嘛 还要减半 来进去计算 通过这个翻来覆去的 给大家总结 希望大家 一次性的就能够把环保税 给学好了 那咱们 整个第八章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